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风水上的一个观念 瓦斯鲁 其实瓦斯鲁这个东西 他代表的是居家的女主人 所以在瓦斯鲁 他有一个风水上的禁忌 就是家中不要有两个瓦斯鲁 假如有两个瓦斯鲁就表示 你家会有两个女主人 就表示男方会外遇劈腿 来讲这个瓦斯鲁是怎样 他不是说 像现在居家有一体式 他上面有两个 那个其实不算 而是真的两个独立的瓦斯鲁 所以你居家中的瓦斯鲁 你要记得不要说 我再多买一个瓦斯鲁 有两个瓦斯鲁 不需要 家中只要一个瓦斯鲁 第二种情况 很容易也会发生的 像我之前在摆算命摊的时候 那是我朋友的家 他们是卖早餐店的 结果因为早餐店 他们要动火 他们就在他们的厨房里面 他就贴上那个锡箔纸 那个锡箔纸 其实他也反射出瓦斯鲁的影像 所以他就变成了是有两个瓦斯鲁 结果到最后确实男主人就外遇劈腿 所以 所谓瓦斯鲁两个是 第一个是实体物的 有两个瓦斯鲁 第二个是反射出来的 这一种现象也叫做有两个瓦斯鲁 这一种情况都会导致男主人外遇 另外一种情况会导致男主人外遇 你在居家里面 就是所谓的边间 边间的房子都会忘桃花 边间的房子会忘桃花 那来讲边间的房子为什么会忘桃花 假设边间这一边一定是马路 他出来了以后 他就会看到很多条马路 他就看到马路 这就是什么 往外跑这一种的情况 这就是往外跑的情况 所以 来讲边间的房子 他就很容易会让人家往外跑的 这一种意思 所以他会相对而言会忘桃花 你假如是你家的龙边 龙边的话 就是男生 他会忘桃花 那假如是虎边 他是忘女生的桃花 但是假如是虎边的话 因为马路是在虎边 他也同时 虽然女生的桃花会忘起来 可是他的身体也会相对的变差 所以各位 像这一种边间的房子 一般都会跟你说 踩光好 但是其实他暗藏的有这一种的情况 但是 你假如是单身 其实说真的住个边间 望你桃花也无所谓 但是你假如是已婚的 你自己就要去注意 这一种情况也很容易会让你的一个桃花 会出现问题 再来第三种 就是花草 我们很喜欢在自己的家里面 去种一些花花草草 跟各位讲 花本身 他就有桃花的像 所以一般你要了解说 我们假如要去吹桃花的话 我们会用植物 而且是开花的植物 去摆在固定的位置吹桃花 但是 各位 你的居家里面 假如花去引动的桃花 但是你们 很容易会失常 夫妻结果还桃花特别 那会变成怎样 很容易会有第三者的介入 所以在居家里面 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那个花的这个部分 尽量你单身的话 你当然可以在里面摆花 让你桃花旺 可是你假如不是单身的一种情况 那你尽量就不要在家里面摆这一些花花草草 甚至连花的这一种的 图案都不要有 以免他去触动 因为毕竟在风水里面 就是用会开花的这一种的植物 来吹往桃花 所以以上这三点 其实都是跟桃花相关的这一种风水 来讲 当你是已经有了另外一半 那有家庭的人 你就要特别注意这几点 可是你假如是单身的 各位 那你可以去反其道而行 为什么 他都是增加桃花的状况 问题 我没有桃花 我想要有桃花 我就反其道而行 所以所谓的撒跟吉 他不是一体两面的 他不见得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他 对没有的人他想要求有 他当然可以犯 对有的人他想要更多 他也可以犯 但是只是后果怎样 不好而已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的时候 要怎么去避开 你假如是已经有另外一半 要怎么避开这一些不良的情况 假如你没有 你要怎么去犯这一些状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